今天今天來看到臺南有一名男子 因為捨不得女朋友開車 他自己冒險酒駕違規 外上的警察攔檢不停車 在街頭逃窜五公里之後被攔檢 有一位警車團團圍住 他一度前後衝撞企圖要脫逃 警方強勢破窗把嚴逮捕 而這名男子酒駕教室 設計的公共危險以及妨害公戶 在警察局要被移送的時候 還大放閃光 女友依依不捨跟他打勾勾約定 一定要回來 自小客車遭到警車前後包夾 駕駛無路可逃卻也做困獸之鬥 前後衝撞警車想要逃脫 警方只好用警棍破窗 強勢把人拉下車制服 驅駕被捕 副駕駛座上的女友 趕緊下車要上前關心 男友一開始就是因為捨不得他開車 所以冒險酒駕上路 而且任意跨越兩車道行駛 因為我們警方攔查不停 警方立即通報線上警力協助攔查 駕駛拒絕盤查在台南市街頭 竄逃五公里遠 警方出動九部警車將他團團包圍逮捕 整個過程他速度違規行駛 吞下四張罰單罰金將近四萬 雖然經過九冊零點二四未達零點二五 但衝撞警車還是依公共危險罪嫌移送 而且還涉及了妨害公務 駕駛被帶回警局 女友一路陪伴 得知男友將被移送 他在警局內好幾次擁抱 還打勾勾約定一定要回來 難分難捨 記者姚文華談談報導 伊凡娜唐娜愛世自由演唱會 4月17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詳情請洽年代售票系統 冠名贊助伊凡娜邀請您 聆聽唐娜愛世自由演唱會